高雄大辽区的汽车维修厂 在14号凌晨遭人疑似手持步枪 扫射大约20枪 只不过根据了解 二煞寻仇恐怕是搞错厂房 就乱枪扫射 深夜11点多 男子穿着雨衣 先跑到民宅前泼漆 随后把目标锁定屋主的爱车 往修旅车泼洒红漆 还在车上粘贴纸条 接着二煞怒砸鸡蛋 事发在13号深夜 高雄仁武区的民宅 当时张姓男子的住家 跟爱车遭人泼漆 二煞还在车上粘贴欠钱 不还纸条 甚至丢砸鸡蛋 只不过被害屋主透露 不仅邻居上个月才遭人讨债 眼看自己住家户数 跟隔壁邻居门牌号码一样 现在也怀疑二煞找错对象 而另外在大辽区 也传出二煞寻仇 疑似搞乌龙 凌晨四点多 一辆轿车才在汽车维修厂前 来来回回 没多久就传出想想 维修厂的铁门满布弹孔 俨然就像马蜂窝 地上还遗留弹壳 消息一出附近民众倒吸一口气 事发在14号凌晨 明翔街的汽车维修厂 当时嫌犯搭乘同伙的轿车前来 一次手持步枪 扫射约20枪随即逃逸 警方获报展开查气 初步怀疑 嫌犯似乎搞错厂房 就乱枪扫射 警方目前已经找到作案车辆 尽快将扼煞 伸之以法 借高雄做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